欢迎来到美厅,司马懿所有的捷径都是绕远路。 东汉建安六年,曹操派专人前往河内温县,郑重向司马府二公子受官。 但这位二公子并非社会名流,而是刚满二十三岁的司马懿。 司马懿设施未深,之所以深得器重,与其父司马房对曹操的知遇之恩不无关系。 既然有父亲这层关系,司马懿本应顺着这条仕途捷径迅速往上爬。 然而,他却反其道行之,拒绝出事,回家装病。 在此期间,司马懿韬光养晦,积蓄力量。 七年后在反政坛,他仍对曹操敬而远之,选择成为太子曹丕的心腹。 公元二百二十年,曹丕继位司马懿官拜赏书,被封安国乡后正式开启他的时代。 司马懿看似走了一条漫长的弯路,却在关键时刻弯道超车跑到了最前面。 自知通鉴对司马懿的评价为少聪打,多大略。 真正有谋略的人,从不屑于取巧走捷径,只会稳扎稳打的不大局。 仁者不成为以妖力,智者不侥幸以成功。 这世上,所有的捷径其实都是绕远路。 一、不攀附。 东汉末年,党故之祸,愈演愈烈。 为了消灭燕党,外戚和晋密,朝夕北军董卓进京。 却不想,董卓在派系厮杀中坐收余力,成为只手遮天的大全臣。 为了巩固权势,董卓对世代为官的司马家十分器重。 一天,他召见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,问,你今年几岁了? 司马朗不卑不亢地回答,虚读十九。 董卓见司马朗气宇宣昂,当场许以高官厚禄。 没想到,司马朗非但不接受任命,反而私下里贿赂董卓亲信,只求回乡读书。 临行之际,不少长辈跳出来,劝他抓住机会。 只有司马懿站在哥哥这边,认定乱世之下,盲目投靠,绝非明智之举。 司马懿力排众议,竭力协助兄长,带领全族回乡避乱。 在当时,除了投靠权贵,还有一条进阶之路,就是傍身明示的灯笼门。 向寻遇的叔父寻爽,为了得到明示李英的推荐,屈尊降贵,为其驾车。 事后大肆宣扬,以抬身驾。 而一般的读书人,如果能有机会和李英见赐面,也会立马身驾百倍。 但对此,司马懿从来不屑一顾。 除了李英,还有个叫胡钊的隐士,影响力更大。 司马懿虽与胡钊熟识,却从未借其光芒,坚持靠自己求取功名。 当有人靠捷径平步青云,司马懿兄弟却在众人的不解中远离名利, 必是读书。 禁书,谈及司马懿兄弟,处威王之中,单时嫖隐,而批阅不倦。 他们粗一书时,埋头苦读,看似愚笨,却是一于常人的高明之举。 李济,有言,小人行显以侥幸。 古往今来,有太多的人,只知紧盯眼前利益,凡事急于求成。 他们不走正路,走歪路,不靠努力,靠运气,总盼着一飞冲天,一劳永逸。 然而,心怀侥幸与捷径的尽头,很可能是绝境。 这个世界上,没有直抵封顶的登天梯。 二,不张扬。 三国风云中,曹丕和曹植的夺嫡之战,也颇有看点。 曹丕本是太子的不二人选,但他生性木论,才华平庸,不得曹操赏识。 反而是才高八斗的曹植,备受父亲宠爱。 随着曹操年事健高,兄弟二人的暗斗愈演愈烈。 当曹操拷问二子,曹丕的回答中规中矩,曹植却每次都能标心立意,侃侃而谈。 当曹操设计,不让二子出城,曹丕被门卫拦下后,乖乖回宫,曹植却拔剑刺死门卫,大踏步走出宫门。 见曹植事事处于上风,曹操虽欣喜,却不免一斗丛生。 派人一查,却是大才子杨修在背后搞鬼。 每次谈话前,杨修都会压题和提供答案,再领曹植背熟。 为人处事上,杨修也会揣测曹操心意,手把手地教曹植如何应对。 为了速战速决,杨修还诬陷曹丕在宫中安插眼线。 此等作弊令曹操十分不满,他将杨修逐出宫门,后以前后漏泻言教教官诸侯的罪名将其处死。 另一边,曹丕是怎么做的呢? 做不出文才斐然的诗,就遵守唯子之道,尽心侍奉长辈。 没有真知灼见,就恪守唯臣本分,虚心向人请教。 缺乏不适之才,就修身养德,低调行事。 曹丕的举动看似愚笨,却效果极佳,不仅赢得了曹操的偏爱,还坐稳了太子之位。 同样的,他背后也有一位军师,那就是低调沉稳的司马懿。 司马懿不仅建议曹丕低头做事,他自己也从不与人争锋。 他像躲在草丛里的狮子,静静观察周遭的一切,一旦瞅准时机,便步伐稳健地占领地盘。 反观曹丕,杨修,一个一败涂地,一个命丧皇权。 曾国藩的人生三纪中,为首的就是天道技巧。 世人神机却无路,聪明反辈聪明物。 一个人越是投机取巧,越容易弄巧成拙。 恪守本分,低调行事,才可令自己行稳致远。 三,不急躁。 公元239年,曹芳继位,官至太尉的司马懿,迎来了人生劲敌,曹爽。 为了夺权,曹爽先是公开拉拢政客,后又控制了天子曹芳,借皇权的力量,将司马懿牌挤出中枢。 在曹爽的步步紧逼下,官至太富的司马懿,竟忍让迁就,主动辞官,回家养病。 司马懿一走,曹爽愈发猖狂,纵容手下巧取豪夺,过上了穷奢吉遇的日子。 当曹爽基于玩弄权术之际,司马懿却实打实地做了几件大事。 第一件事,安抚战区灾区百姓,推广屯田,兴修水利,减免税妇。 第二件事,帮扶同僚,拉拢太后,形成对抗曹爽的政治圈子。 第三件事,一边装病,一边联合儿子司马昭、司马师,建立自己的护卫队。 从表面看,曹爽八面玲珑,春风得意,司马懿老太龙中,势单力薄。 可实际上,曹爽正在一步步走入司马懿为他挖好的深渊。 他身边的政客,有司马懿的眼线,他掌管的军队混乱不堪。 公元249年正月初三,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,一举粉碎曹爽政权,回归政坛。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,古往今来成大事者,绝窍无他,都是能人啃下笨功夫。 曹爽看似精明,实则徒有其表,根基不稳。 司马懿看似愚笨,却稳扎稳打,力量深厚。 唯有天下知智拙,能胜天下知智巧。 小聪明,能带来暂时的风光,却隐藏着巨大的危险。 他是走好每一步,才是最快的进去之道。 宁卓悟巧,啃下笨功夫的人,才有真功夫。 历史作家秦涛这样评价司马懿。 他像在绕远路,但事实证明,司马懿走的每一步路都是洁净。 司马懿的捷径,恰恰是不走捷径。 傲然自立,不攀附,桌中得巧,不张扬,韬光养晦,不急躁,就是司马懿的王道。 很多时候,所谓的捷径,不过是充满诱惑的陷阱。 真正进阶之路,永远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踩出来的。 订阅美听,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。